这部电影既没有行云流水的大道 也没有肝胆相照的江湖豪情 却被观众称为武侠电影的巅峰 就连周星驰 徐克都对他肃然其境 以至于在之后的多部武侠电影中 都能看到对他的各种借鉴之计 这部电影就是和平导演的《双旗镇刀客》 故事发生在苍茫的西北荒漠 一名十四五岁的少年 骑着骏马在沙漠里奔驰 他就是本片的主人公海哥 父亲临终前留下遗嘱 让他去到一个名为双旗镇的地方 找到屁股上有致的女孩 那是附近生前为他钉下的娃娃亲 就这样 一人一马直奔沙漠腹底 断壁残垣处 游侠沙里飞正在打水喂马 突然发现前方百米处 有两个骑马的蒙面刀客盯着自己 沙里飞唯恐来者不善 悄悄去拿马被剩的刀 然而才刚有动作 因为铜钱击中了刀把 其中一人向他招手 沙里飞吓得压了口唾沫 缓缓向二人走去 蒙面刀客问他有没有见过以刀仙 沙里飞正在原地 沉默不语 没得到回答 两人调转马头离去 估摸着二人走远 沙里飞又来了气势 对两人骂骂咧咧 可话音刚落 身后突然传来一股凉意 听到逐渐接近的马蹄声 沙里飞神色紧张 起步如飞 跑到井边与拔刀被战 只见一阵狂风袭来 远的黄沙四起 沙里飞紧握主刀 死死盯着马蹄声传来的方向 随着烟尘散去 原来是一个 蓬头垢面的骑马少年 沙里飞顿时放下戒备 他热情地招呼海哥给马喂水 导致海哥要前往双旗镇 沙里飞很惊讶 告诉他那不是小孩子去玩的地方 我去领媳妇 沙里飞告诉海哥两人正好顺路 让他跟着自己一起走 一路上 沙里飞都在说自己 靠着手中的流沙绞风刀 劫富济贫 楚宝安良 是西北鼎鼎有名的大侠 眼看两人即将分道扬镳 沙里飞向海哥借起了钱 海哥觉得他这样的大侠是个好人 便将娶媳妇的钱分给了他一半 沙里飞当即许下承诺 方圆五百里 有麻烦 到干草部来找我沙里飞 一句可有可无的场面话 也为之后的故事发展埋下伏笔 海哥长途跋涉终于抵达双旗镇 镇中插着两面旗帜 一红一黄 红的是雪 黄的是沙 海哥还不知道自己 来到了怎样的一个村子 镇民们用警惕的眼神大亮着海哥 整条街除了叮叮当当的打铁声 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 涉事卫生的海哥并未察觉 只是满脸茫然的走在镇上 他不知该如何找自己的媳妇和老丈人 只知道老丈人是个瘸子 媳妇屁股上有个痣 正在这时 海哥被两名刀客拦住 见海哥也是刀客打扮 直接抽刀夹在他脖子上 询问见没见过一刀仙 海哥连忙摇摇头否认 刀客看他这个怂样便收了刀离去 第一次见到如此场面 海哥直接被吓出了眼泪 但媳妇还是要继续找的 他在镇上打听了一天 也没打听到老丈人的家在哪 甚至被告知镇上没有瘸子 夜一深 他只好先找一处客栈歇息 开门的女孩见他衣衫拦履 以为是抽药饭的 直接毫不客气的将他骂走 第二天 女孩出门倒水 不小心踩到一条人腿 连人带盆都摔了出去 坐在地上放声大勾 瘸子以为女儿好妹受了欺负 抄起棍子打向海哥 最后一瘸一拐地追上去 海哥看到对方的走路姿势 立马下跪磕头 嘴里不停地喊着丈人爹 瘸子听到称呼愣在原地 好妹拿起铜盆 砸晕了海哥 忽然间镇民惊慌逃窜 嘴里大喊着一刀仙来了 听到动静的两名刀客从客栈里走出 他们是来找一刀仙报仇的 看着气势汹汹的两人 一刀仙面露不屑 悠哉哉哉地朝对方走去 因为还没人能在他手下活过两刀 刀客拔刀砍向一刀仙 只听一声惨叫 刀客的腹部血如泉涌 而后倒地身亡 一刀仙保刀入鞘 潇洒地转过身去 犹如刚进行完一场华丽的表演 另一名刀客目睹兄弟的惨死 将刀扔到地上下跪认输 可一刀仙并没有放过他 这就是江湖 没有什么点到为止 只有几分高下也决生死 镇民们对一刀仙的恐惧又添加了几分 一刀仙走后 瘸子将孩哥带回了马肉馆 原来瘸子年轻时是孩哥父亲的手下 一场刀战让他废了一条腿 在孩哥父亲的相救下才活了下来 也就是那时 双方定下娃娃亲 之后瘸子退出江湖 隐居在双旗镇靠经营饭馆为生 可孩哥对他们上一辈的事不感兴趣 只知道自己是来领媳妇的 可是今非昔比 当初瘸子定下娃娃亲 就是看中了孩哥父亲是赫赫有名的 关西无忌刀 也好有个靠山 可如今靠山已倒 孩哥一没本事 二没手艺 又是个软蛋 自己的女儿跟着他只会受罪 于是瘸子对婚约仪式闭口不谈 只是让他先住下帮店里干活 这天瘸子让孩哥把骨头上的肉给剃干净 孩哥笨手笨脚的拿起菜刀干活 一旁的好妹本就看不上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脏孩 眼见他剃肉时浪费了不少好肉 狠狠地训斥了他几句 便开始教他如何剃肉 可孩哥却一直盯着好妹 好妹发现后 气得甩刀离开 好妹哭着闹着让父亲赶走孩哥 父亲让好妹放心 说他只不会把好妹许配给他的 第二天 瘸子看到孩哥还是一身刀割装扮 便让他把刀卸掉 明明没有本事还装刀割 我爹说了 头不离间 刀不离身 瘸子听后没说什么 只是将他叫到后院 叫他屠宰的手艺 可一斧头下去 却被骨头卡住了 见瘸子如此吃力 孩哥便说自己想试一下 他并没有用瘸子的斧头 只是打亮了下马肉 只见孩哥轻闭双眼 手指未动 未触及刀柄 但腿上的刀却已出鞘 这便是传说中的一气玉刀 这个经典桥段 曾被众多导演模仿 孩哥手起刀落 轻松将整皮马肉一分为二 这操作看呆了后妹 而瘸子似乎觉得丢人 扔下斧头就走 其实关于孩哥的伸手 前面有处铺垫 在他刚住进马肉店那晚 瘸子意外发现 孩哥竟然在店 此时静身工 这种功夫主要练去 是孩哥父亲传下来的规矩 也是孩哥每天必做的功课 只是他对自己的内力深浅 一无所知 在这之后 瘸子和好妹都对孩哥有了改观 不仅吃饭的时候 有说有笑 好妹还主动拉着孩哥 一起去溜马 两人的关系 亲近了很多 这一切都被瘸子看在眼里 他心里清楚女儿 怕是已经喜欢上了孩哥 可心中却摇摆不定 既想让女儿幸福 又怕跟着孩哥受罪 但很快他就不用烦恼了 因为更大的意外发生了 这天 一刀心的弟弟二爷 来马肉馆吃饭 他垂涎好妹已久 故意支开瘸子 让他去喂马 二爷闯进好妹房间 强行把他拉出来 大庭广众之下 直接将他按在酒桌上 准备行不轨之事 好妹哭喊着反抗 店里却没有一人敢站出来阻止 众人的眼神麻木 茫然 像极了鲁迅笔下的看客 瘸子听到女儿撕心裂肺的求救声 赶紧回屋上前阻拦 可二爷的手下 将刀架在他脖子上 瘸子只能下跪 苦苦哀求 他们放过好妹 眼看二爷就要得逞 海格从后院冲出来阻止 二爷抬头一看 是个小猫孩子 拿起刀对海格步步紧逼 二爷看出了海格脸上的恐惧 抬手连扇他几个耳光 海格虽然害怕 但还是宠二爷大喊 他是我媳妇 二爷突然把刀砍向海格 海格迅速躲避 伴随着一声残叫 海格两把刀掉落 地上出现一滩血迹 没人看清发生了什么 二爷亮亮强强的 朝屋外走去 没走两步 一头栽倒在地 其余两名同伙见识不妙 连尸体都没有 急忙跑回去报信 海格见状 吓得不清 不停的摇头说 不是我杀的 此时的双旗阵 人心惶惶 镇民纷纷责怪 海格太多事 杀了一刀仙兄弟 三天之内 他必定学习双旗阵 好妹被欺负时 他们跟死狗一样没有区别 坏人被杀后 他们又开启了批斗大会 影片中展现的江湖 就是如此粗暴 民众被拒马贼 主动牺牲无辜者 却对英雄不屑一顾 骂骂咧咧 瘸子满脸愁容的 坐在大堂 他不愿海格去送死 所幸当晚就为二人举办婚礼 又备好马匹 让两人一大早就去逃命 只要三天内跑出大漠 便能活下来 可他刚打开门 便见到阵民 都围堵在家门口 他们跪下请求海格别走 如果他走了 一刀先来了 找不到凶手 肯定会拿他们泄愤 但要是海格留下 将一刀先除掉 那便是他们的恩人 你要不答应 我们就跪死在这 瘸子理解镇民们的做法 自己不能因为私情 点累他们 好妹害怕的哭个不停 海格默默地 擦拭着自己的短刀 他突然想起 自己帮过的沙里飞 便准备去找他帮忙 村民们以为海格要跑 急忙从四面八方冲出 将海格和瘸子 死死拽着 瘸子联盟解释 海格是要找沙里飞帮忙 并用自己和好妹的性命 做担保 战民们 这才放开海格 临走时的眼神里 充满着警告和威胁 另一边 一刀先听到弟弟的死讯 惊得从床上一跃而起 平时杀人不眨眼的土匪 竟然流下了两行泪 他立刻召集兵马人帝 发誓要凶手 血斩血肠 海格一刻也不敢耽搁 顺利找到了沙里飞 向他说明来意后 沙里飞满口答应 说自己早就想办了一刀先了 天上所有的钱都给了沙里飞 可沙里飞却嫌钱太少 海格立即表示 等他到了双旗镇 镇民会给他更多钱 沙里飞文言当即喜笑掩开 他与海格约定 两天后在双旗杆下见 已经离开两天 还没有回来的海格 让镇民们很是不安 有人认为他是逃跑了 纷纷躲在客栈 对瘸子咒骂声讨 终于 决战前一天 海格如约赶回 此前大骂海格的镇民 在得知沙里飞肯来相助后 又改口叫起了海格大英雄 众人推杯换斩 大快朵仪 幻想着明天沙里飞 会如何斩杀一刀仙 甚至还为两人胜负 下棋堵住来 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中 瘸子却默默拿出了 早已生锈的短刀 抹了起来 似乎早有不好的预感 毕竟江湖上 最不可信的就是约定 第三日 海格早早坐在旗帜下 等沙里飞前来相较 眼看日上三竿 却依旧不见沙里飞影子 等来的只有杀气重重的 以刀仙等人 海格害怕得双手发抖 控制不住流下眼泪 他不明白 为什么沙里飞还没到 其实沙里飞早就到了 他躲在附近山头上 不敢进阵 以刀仙下马 缓缓向海格走去 看着被自己吓哭的小孩 简直不敢相信 是他杀了自己兄弟 但仇还是要报的 这时 瘸子提着曾经身为刀客的刀 一蹶一拐地走向以刀仙 边走边喊 你的兄弟是我杀的 和别人没关系 说完 义无反顾地冲向一刀仙 只见一刀仙一挡一次 长刀贯穿了瘸子腹部 瘸子无声地倒在地上 好妹疯狂跑过去 抱住父亲尸体 痛哭流涕 海格仍是没勇气起身 僵硬地坐在原地 一刀仙跨过尸体 朝海格走去 这时铁匠站了出来 他正气凛然地 挡在一刀仙面前 试图用道义阻止他杀海格 杀一个孩子 又是你大刀客的体面 一刀仙露出冷笑 抬手就是一刀 海格走去 没想到又有人站了出来 是整天嘴寻寻的酒鬼 他将酒倒在海格头上 似乎是在提醒海格 该清醒了 随后亮亮强强地 走到一刀仙面前 一刀仙将他的葫芦 挑飞到空中 然后一刀劈开 同时劈开的 还有最汉的头颅 接连三人为自己死去 海格终于鼓作勇气 站了起来 他缓步走向一刀仙 两人四目相对 这时好妹提刀 坚定地走向一刀仙 一刀仙回头看去 海格立刻以气欲刀 双手未动 双刀出窍 刹那间 被杀走时 只能听见刀刃不断碰撞的声音 黄沙散去 海格的额头缓缓流下鲜血 而一刀仙面带笑意 眼神里满是欣赏 你更是血的刀法 说完转身走了几步后 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他拼命站起身 但并没有用 一刀仙双膝跪地 死在了双旗阵 小弟见状落荒而逃 生怕下一个就是自己 观望已久的沙利飞 见一刀仙死了 急忙翻身上马 冲进小镇 还装模作样大喊 流沙脚风 沙利飞来到一刀仙尸体旁 拿走了镶嵌黄金的长刀 竟然还恬不知耻地 问海格要报仇 直到此时海格才明白 沙利飞就是个 骗吃骗喝的江湖混子 电影的最后 海格因为干掉一刀仙 成为了双旗阵的大英雄 但他并没有留在这里 而是带着好妹 离开双旗阵 坏人死了 好人也死了 只有小人羽翁得利 这样的结局 未免有些让人不甘 整部影片都没有展现 以往武侠片中 精彩刺激的大斗场面 包括最后 《与一刀仙的决战》 导演也没有刻意描写 但给观众的紧张感 却一点都不少 而相比于意境浓重的大斗 寓意深刻的人性故事 才是双旗阵刀客 所要表达的重点 这也是它成为 内地武侠巅峰的 一个重要原因 这部电影上于1991年 当时的预算只有100万 拍到最后超值了20多万 120万在当年 已然算是小成本之作 但吸引制片厂的厂长 却因此被免职 还有剧组的几十位相关人员 被开除丢了饭碗 还好 影片上映后备受好评 横扫国内多个大奖 还在那个年代 卖出了480万美元的 高价国际版权 最重要的是 片中许多经典桥段 为众多导演争相模仿 例如在《国产007》中 周星驰以弃玉刀 剔开金枪客的盔甲 金枪客走了几步后 跪倒在地 这正是以刀仙的死法 徐克的刀和新龙门客栈 也深受这部电影的影响 在武侠片日渐萎靡的今天 不知道还会不会 有像双旗战刀客一样的 武侠片出现